好 再跟各位说一个后续报道 前段时间我们报道了 早庄市山庭区北庄镇半湖村 白年丰男孩牛传明的事 节目播出之后呢 有医院免费给牛传明进行了治疗 三个月之后 孩子恢复的怎么样了呢 我们来看看 医院的医生告诉帮伴 为了让牛传明树立信心 他几乎每天早晨都喊这样的口号 我们第一天给他做监测 他的这个生理年龄是21岁 他非常自比 非常的那个那个不爱说话 那么通过他这样去调整呢 他的这个性格呀 他的这个预言表达 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从住院到现在三个月来 牛传明脸上的白斑已经明显减少 据医院医生介绍 现在牛传明已经恢复了80% 身上的病恢复了很多 心理方面因为医生的不断疏导 牛传明开朗了很多 笑容时时刻刻都挂在脸上 在医院牛传明还认识了很多好朋友 在生活上可能是给牛传明的帮助更大一些 他可以想念他们是不是 他现在上大学了对不对 你现在想不想上大学 一块见他们呢 为了让牛传明母亲能好好照顾牛传明 在牛传明住进医院的第二天 医院还专门为牛传明的母亲找了工作 看到儿子一天天的变化 牛传明的妈妈本体有多高兴了 按照现在的恢复进度 牛传明很快就可以出院了 希望孩子早日恢复健康 恢复自信